欢迎回来 中国股市今天早盘延续昨天的灾难性走跌 一度重挫超过3% 中国官方宣布将对卖空者进行调查严惩后 上海深圳股市出现反弹翻红 上证指数、深户指数都止跌上扬 港股一度大涨近4% 有别于台越韩国的一片惨绿 今天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成为外媒的关注焦点 中国股市暴跌成为国际焦点 官方几乎动用所有财经部委立文股市 中国证监会也罕见发表微博坦承 股市出现非理性的抛售大幅增加 外媒财经报道甚至直接点出 对中国而言这不只是金融危机 而是政治危机 对比近来中国股市几次离奇的涨 暴跌时间点几乎都与习江两派博弈有着某种联系 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前辽宁省长薄熙来庭审前 都巧合的发生股市暴跌或重大交易乌龙 由于中国经济长期被少数利益集团垄断和操纵 利用金融失序作为政治手段 在中国问题专家看来并不意外 就是说他们是政治上的内斗 但外人实在很难了解 就是说怎么会用政治力量可以造成 非经济因素可以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其实它证明了 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是非常不健康的 那假如说经济上如果是真的是被这个股灾的话 这种效应扩大的话 我相信那个政治上的风暴就会来临 看似中国在开放资本市场面临的阵痛 到更像习江政治角力的延续 中国股市正经历1992年以来最严重的暴跌 上市公司总市值已经蒸发掉三兆美元 如果这市场金融政变 全中国一亿的股民都给绞尽了这个局 新常有台电视综合报道 新常有台电视络合报道